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杜华说 那么这个影片我们来分析的是 一甲的比赛 今天是一甲首轮比赛 那么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场次 今天有四场 但是刚才分析完了得甲跟 英超的规律对吧 那我们来掌握一下整体性的 一甲的规律 得甲跟 跟这个英超呢 很有可能是走大格局 那么一甲这一边呢 也不是说他不会走大格局 而是一甲经常在第一轮比赛 或者第二轮比赛呢 是走国际比分 什么叫做国际比分呢 有一些新看球的朋友 我们来科普一下就是 1-0 1-1 2-1 这些或者2-0 这些就是国际比分 就是小球为主 一甲西甲很多的场次 很有可能是出现小球 但是不是说 这个就能够来 普遍性的用到一甲的所有的产次那里 对吧 但是一甲走小啊 如果是去年世界杯结束以后 就开始一直走小的人呢 是有盈余的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四场比赛 第一场是恩波利对 维罗纳 那么这一场呢 如果我的第一印象 主观性来看的话 肯定是看恩波利了 是支持恩波利 那么维罗纳他的强势在于防守 所以也有可能是走国际比分 好吧 跟大家来提醒一下 第二场是 福洛西诺内 这个是新进声音一甲的 那么对阵的是纳布勒斯上个赛季 一甲的冠军 也是 大半个赛季整个欧洲呢 最大的盘望 后面才沦陷了 自从输给了AC米兰以后 纳布勒斯就开始沦陷了 但是 纳布勒斯依然是做了上个赛季 大半赛季的盘望 整个欧洲 无论是什么比赛 基本上都是赢的 所以 首场比赛继续来支持纳布勒斯就好了 无论是年龄啊 还是说 这个方向啊 都支持纳布勒斯些 对吧 输了也没办法 但是 基本上就是这样走的 啊 看看他能不能继续做盘望吗 好 第三场是 热纳亚对佛罗伦萨 呃 直百合了 我还是高看一点 热纳亚也是新晋升的哦 从 呃 一以晋升上来一脚 但是我是看好直百合好吧 然后国际米兰对蒙渣 呃 蒙渣上一上 上一个赛季打的不错 跟国际米兰曾经踢出过 呃 呢踢出过2比2的比分 所以 双方其实认识度很熟啊 两个城市之间呢 也很近的 这蒙渣呢 就是 依偎在米兰周边的一个小城市啊 但是双方交流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国际米兰 肯定是看好国际米兰了 好吧 肯定是看好国际米兰了 我是 坚定的走到国际米兰这里了 好吧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